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自律力》 说到自律力,你可能会想到自控力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讲过自控力这本书 自控力是教你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坚持做某件事情 而自律力则是教你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举一个例来说,一旦你拥有了自控力 你可以坚持早睡早起,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 但是你周围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在自控力的基础上,每个人还要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做出改变 比如说,改变饮食习惯,塑造好的身形 再比如,和亲人朋友改善关系,让你拥有更加和谐的亲情友情 又比如,改变你的工作和学习方法,提高效率 让你在事业和学业上取得成功 这些光靠自控力可不够啊 还需要你改变自身行为,拥有自律力 可以说从自控力到自律力,是一个从不变到改变的过程 你需要学习和培养的能力,也要得到相应的升级 本书作者马歇尔·古德·史密斯 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获得了博士学位 曾在彼得·德鲁克基金会的理事会任职长达十年 现任达特茅斯大学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他还是福布斯杂志所评选出的 全球最受尊敬的五位高管教练之一 古德·史密斯的著作很多 像管理中的魔鬼细节等等 都曾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好评 这本自律力是他的最新代表 一上市便占据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并被誉为他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听了作者的头衔 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是专门写给高管的 其实不然 这是一本写给每个成年人的书 目的就是帮助人们改变自身的行为习惯 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好 下面我就用两个问题来为你解读全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为什么人们很难改变自己 第二 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己 好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们很难改变自己呢 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家庭、学习和工作的现状 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 比如你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亲人 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 大幅提高自己的收入等等 虽然人们有改变的需求 但是真正做出的改变却非常少 可能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会对自己说 今天我要做出改变 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却发现这一天和前一天过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作者把这样的现象总结为 我们都是高级的策划者 但是却是低级的执行者 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改变如此懈怠呢 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由于自身的阻力 这是内因 二是因为外界的消极诱因 也就是外因 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个原因 自身阻力 很多人不肯承认自己需要改变 这种情况在领导者和成功人士身上尤为明显 作者在咨询工作当中 也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 一名叫做Henry的公司首席运营官 他非常聪明 也很有主见 但是却过于自大 要求别人什么事情 都要按照他说的去做 无法听尽别人的意见 他的同事甚至家人都无法忍受他 Henry想要做出改变 但是他想改变的并非是他自己 他认为自己非常完美 有问题的是别人 所以他建议作者 去跟他的同事和家人聊一聊 让他们做出改变 最终呢 Henry到了让所有人都忍无可忍的地步 最终被公司辞退了 其实除非你心甘情愿的想去改变 否则依靠他人 只能够让改变的难度 呈指数级增长 当然 生活当中像Henry那样的 思想顽固不化的人 还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能够意识到 自己需要改变的 这个时候 你一直以来的习惯 又开始阻碍你的改变 试想一下 你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 现在要你改变自己 每天早起一个小时来锻炼身体 这是不是比每天坚持七点钟起床 要困难的多呀 阻碍你改变的第二个原因 是来自外界的消极诱因 消极诱因 就是指在周围的环境中 促使人们停留在消极行为中的各种诱导因素 那么环境对人们的行为究竟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举一个例来说 你被堵在路上 本来你不赶时间 碰上塞车也没太当回事 可是如果说你周围所有的司机都在抱怨甚至谩骂 你是不是也会不自觉的躁动起来呢 再比如说 以前人们坐飞机可以利用飞行时间很认真的读一本书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飞机上 有视频点播等娱乐设备 甚至有些航班还允许使用手机以及WiFi 你是不是觉得再也没法安下心来读一本书了呢 因此环境会诱发人们一系列的消极行为 而消极的行为反过来呢 又会造成更多的消极诱因 由此循环往复 这才导致你很难做出改变 这一过程就像是一个反馈环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 你已经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 开始戒烟 但是戒烟才刚刚开始 某人又给你递了一支烟 社交的需要让你不得不收下这支烟 那么这个人下次可能还会继续给你烟抽 其他人看到你破例了 或许也会递烟给你 这就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吸烟反馈环 导致你最终戒烟失败 再比如你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很低 原本非常简单的工作都要拖上好几天才能够完成 你想要改变却缺乏动力 这个时候你还发现周围同事的工作效率好像也不太高 客户没有催促你 上司也没有严格规定你的工作完成时间 这些都成为了你效率低下的借口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工作拖延的反馈环 正是因为环境当中有着这么多的消极诱因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消极反馈环 才使得改变如此的困难 好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们改变自己那么困难呢 作者认为改变的难点 首先在于人们内心没有真正想去改变 或者可能被习惯所拖累 而更多的情况是周围有太多的消极诱因 形成消极行为反馈环阻碍人们改变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 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在这之前你还需要弄清楚 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些部分需要改变 如果说静下心来反思 你就会发现改变的需求 源自你内心的两种力量 想要和需要 咱们先来说一说想要 作者把能够让你短时间内获得的满足 定义为想要 它更多是源自于人们的感性思考 比如想要吃更多美味可口的美食 想要买更多漂亮的衣服 不想工作 就想整天玩手机 打游戏等等 虽然说感官的需求 对于人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很多时候 它将成为你塑造一个更好自己的障碍 那么需要又是什么呢 作者把符合人们长期利益的长远需求 叫做需要 它通常是人们经过理性思考之后 确定下来的 比如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需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需要获得更多的友情 需要在事业和学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等等 需要才是你改变的方向 才是你要为之努力的 因此 找到你的需要 而不是想要 这是打败消极诱因 解开消极反馈环的第一步 作者提供的方法是 停下来 抑制你的第一冲动 靠理性去思考 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判断 比如说你戒烟是为了健康 当别人给你递来一支烟的时候 你应该抑制你接过烟的第一冲动 停下来 靠理性去思考 然后呢 礼貌的拒绝掉 从而消除这个消极的反馈环 再比如 当你看到同事消极代工的时候 你不应该本能的去模仿 这不是你懒惰的借口 而应该理性的想一想 我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 避免随波逐流 只有这样才能够远离工作拖延症 除此之外 你还应该寻找积极的环境诱因 建立起积极的反馈环 来帮助你改变 比如 都说抽烟能解罚 戒烟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困乏 你可以选择适当的运动 来代替抽烟 或者呢 喝一杯咖啡来提神 甚至磕磕瓜子 以及和别人聊聊天 转移一下注意力 这同样能够让你重新打起精神 能否打破消极的反馈环 建立起积极的反馈环 这是改变能否成功的关键 到这里 有人就又会问了 我已经经过了理性的思考 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 这让我一下子变得很焦虑 这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改变是建立在稳定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良好的行为习惯就不需要再改变了 比如说你习惯每天晚饭之后散步半小时 就没有必要硬憋着自己 把散步的时间改到早上了 而真正需要改变的地方 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比如说当你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变 一下子又改变不了那么多 这个时候你就要确定在某一阶段中 哪些要先改变 哪些可以暂时不变 作者推荐的工具是改变之轮 简单来说 改变之轮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把你的生活当中的习惯和行为 分为创造保留消除接受这四个部分 创造新的习惯意味着改变 这无疑是改变之轮当中最具有吸引力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要深入的思考现阶段自己到底最需要改变什么 然而改变之轮当中的其他三个部分 保留消除接受在改变当中呢 也同样重要 因为保留意味着你要继续坚持好的行为习惯 消除代表你要告别不好的行为习惯 为创造腾出更多的空间 当你的精力有限 已经选择去改变更重要的行为习惯时 你也要接受一些行为 暂时不能够被改变的事实 比如说现阶段你要应付一个重要的考试 但是呢 你也想多锻炼锻炼身体 有一个良好的体魄 除此之外 你还想着去世界隔离走一走 拖宽一下自己的视野 甚至呢 还想提高一下自己的厨艺 让家人吃得更满意 这些对于你来说都是需要的 不过呢 你显然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一下子去应付这么多的事 你只能够选择最为紧迫的考试 利用间歇时间锻炼身体 还得接受暂时放弃旅行 以及提高厨艺的计划 等待时间充裕的时候再去做 当你了解了什么是改变之轮 你就可以合理的设计自己的改变计划了 比如你觉得家庭生活非常重要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你的改变之轮可以这样设计 首先是创造 比如你可以创造更短的上下班通勤时间 选择不拥挤的开车线路 或者去坐地铁 这样你就可以节省出早晚不少的时间 用来陪伴家人 接着是保留 比如你觉得家庭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刻 就是每个周末的晚上 一家人能够一起出去逛个超市 吃个晚饭 那么这样的生活可以保留 并且继续保持 再者是消除 比如你可以消除工作当中 因为拖延症造成的加班现象 争取每天能够按时回家 再比如你可以避免过多的应酬 拒绝掉没有必要的饭局等 这就能够为你节省出大量的时间 投入家庭生活中 最后是接受 因为拒绝了一些饭局 你可能会损失掉一些人脉关系 这是需要你暂时接受的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你需要将其搁置 等有充足的时间 或者是换一些别的交流方式 再去建立关系 设计出了改变之轮 你就可以明确改变的目标 这个时候 你又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如何才能长期坚持呢 作者推荐给你的方法是 每日问答法 每日问答法呢 一共有六个问题 分别是 一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去设定明确目标了 二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去实现我的目标了 三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寻求人生意义了 四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追求快乐了 五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了 六 我今天是否尽最大努力 全身心投入工作和生活了 作者对2500多人 进行了跟踪研究 他们在使用 每日问答法十天以后 37%的人认为自己在六个方面都有所改善 65%的人认为自己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改善 89%的人认为自己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改变 可见 每日问答法还是很有成效的 为了让你更直观的了解什么是每日问答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26岁的Emily刚刚从烹饪学校毕业 在一家食品超市工作 这家食品超市每周呢 有一天会给员工福利折扣 于是呢 Emily每周都会购买大量的食材回家烹饪 没过多长时间 她的体重超过了标准体重45公斤 Emily尝试了无数的减肥方法 比如说钻研更健康的食谱 靠家人朋友的监督 看过度肥胖对健康影响的纪录片 但是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于是她尝试了作者推荐的每日问答法 Emily所做的第一步 是在对作者的六个问题进行反复自我询问后 为自己设立了六个目标 一 坚持每天只喝定量的果汁进行结食 二 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三 为了品酒师考试提升有关酒的知识 四 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五 在工作之中学习新知识 六 在工作之外帮助他人 从这个目标清单上可以看出 减肥 健身 规律生活 学习新知识 戒除坏习惯 重视亲情和友情 是Emily的主要目标 每日问答要求我们 首先应该积极接受这六个目标 更加注重每天的努力程度 而不是结果 每天晚上十点按照约定 Emily的伯伯就会给Emily打电话 让Emily反思 自己是否尽了最大努力 去完成这六个目标了 并且在零到十分之间 为自己打分 这个计划共持续了两个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Emily是怎么做的 前两个星期 Emily把重心集中在果汁减肥上 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九分和十分 但是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这一点却是做得不好 得了几个零分和一分 伯伯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告诉她 如果说连续两周得低分 也就意味着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应该是从这个清单当中滑掉 然而呢 每天锻炼身体 对于Emily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她决定了调整计划 在跑步的基础上 增加了游泳和瑜伽 这样她这一项的分数 便很快提升了 到了第四十天 因为参加了一个宴会的缘故 Emily没有经得起诱惑 吃了很多的蛋糕 接下来的两天 她吃的也不少 因此她的每日问答表格当中 果汁减肥这一项 连续三天分数都非常低 不过她觉得果汁减肥 还是她所需要的 因此为了惩罚自己 她把两个月的计划 延长了三天 从第四十二天开始 她的果汁减肥 恢复了高分 而到了第五十一天 Emily的每日问答表格当中 出现了新的变化 表格中的后三个问题 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 在工作中学习新知识 在工作之外帮助别人 都打上了X 原因是Emily认为 这三项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习惯 不需要再进行每日问答了 就这样 过了六十三天 Emily的每日问答计划结束了 她累计减重了25.3公斤 节食 运动 学习 也都成为了她生活当中的习惯 大概在一年之后 Emily又减掉了25公斤 还参加了长跑比赛 并且通过了三级品酒师考试 从那以后 她又给自己制定了新的每日问答计划 其中包括增强自己的体能 更健康的饮食 继续提升有关酒的知识 锻炼自己的脑力等等 每日问答法能够准确定位你存在的问题 把目标集中在你需要改变的关键点上 同时强化你的自我承诺 每天都能够通过问题和问答 形成一个积极的反馈环 利用反馈机制 把目标落实到细节 长期的每日问答强调了坚持 避免了为了达到目标 可能采取的急功近利 事半功倍的做法 比如 为了达到减肥的目的 你今天一天运动过度 虽然减重效果不错 不过接下来的一周都无法完成锻炼量 就不能够完成每日问答 体重也会因此反弹 与此同时 Emily的伯伯 是她的每日问答过程当中 至关重要的跟进人 她每天的监督问询 也可以成为积极的反馈环 成为Emily改变的积极诱因 当然 每日问答的方法 也不只是一种刻板的方法 根据实际使用的需要 也可以进行调整 比如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你需要提高一天当中的工作效率 要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些改变 实现某些目标 你就可以把每日问答 缩短到每小时问答 比如说 能否保持一天都集中精力学习或工作 你可以每隔一小时给出自己答案 从而督促自己做出改变 当然 每日问答也可以延长为 每周问答 每月问答和每年问答 这就可以帮助你实现更加长远的人生目标和规划 到这里 全书的内容就讲解完了 本书将自控理升级为自律理 告诉你为什么你很难改变 又该如何做出改变 你可能对自律理这个提法 还存在着一些疑惑 改变就是自律理吗 实际上 本书的英文名为triggers 它的原意是扳机 隐身的含义是诱因 书名更多的是在强调 人们如何抓住影响生活的诱因 从而实现自身的改变 中文把triggers翻译成自律理 是为了和自控理的坚持不变做对比 强调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出改变 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要想改变自己 拥有自律理 关键还是马上行动起来 不仅要做高级的策划者 还要成为高级的执行者 认识自己改变当中的消极诱因 重视反馈环的力量 构建自己的改变之轮 实践每日问答 在每一天的坚持中改变自己 好 自律理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